近日,中国住建部下发了一个通知,要求各城市要做好金明两年住房发展计划。 根据住房需求,科学安排土地供应,防止市场大起大落。 关于住建部的这个说法,大起在这两年基本没戏,防止大落可能才是重点。 住建部为什么这么忧心忡忡,看看最近的楼市销售数据,就能明白。 2024年的前两个月,房企销售双双惨跌。 据统计,今年一二月,百强房企累计销售金额为4544亿元,同比跌幅高达50.7%。 更关键的是,跌幅最明显的,是刚刚过去的二月,销售总额为1997亿元,同比下跌61.6%。 比起一月同比33%的跌幅,几乎翻倍。 环比来看,相较一月也下跌了21.6%。 据可而锐的数据,这个单月业绩规模,创下近几年的新低,使得百强房企的销售门槛,直接跌破10亿。 排在第99名的正容集团,两个月累计销售额,只有8.7亿元。 具体来看,销售百强房企前三,分别为保利万科,招商蛇口。 这三家房企一至二月,累计同比下跌幅度,分别为43.8%,43.1%,45.1%,降幅全部超过了40%。 而石墙房企中,有三家销售额,同比下跌超50%,下跌幅度最大的是碧桂元。 这个曾经的房企老大哥,在今年前两月销售额,为121.7亿元,同比下跌,78.3%,直接下滑至销售排行榜的第10名。 另一家曾经的头部房企,如今已被下令清盘的恒大。 今年前两月,累计销售金额为47.7亿,同比下跌28%,下滑至22位。 再看另一家机构,中止研究院的统计数据。 一至二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,为4762亿元,同比下跌,51.6%。 两家机构给出的数据非常一致,百强房企销售,都是一个腰斩的状态。 当然,腰斩的背后,也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,那就是,去年的机数较高。 去年二月,憋了三年的需求首次解封,所以销售快速集中反弹,导致机数太高。 但也要看到,今年一二月楼市的刺激力度更大。 作为最有需求,最有购买力的市场,国内四大一线城市,早在今年春节之前,就发布了松绑限购的利好措施。 先是广州打响第一枪,随即上海放开外环限购,单身也可以买房。 深圳和北京,也开始跟进。 原本铁板一块的北京,对通州双线政策,进行了调整。 深圳则是,本地户口不用社保就可以直接买房。 非身户,购房社保年限五改三。 而在春节后的二月中旬,央行还大幅下调了房贷利率。 五年期利率,调整为3.95%,较前值,下滑了25个基点。 这是五年期利率的,单次历史最大降幅。 过去最大下调,也仅仅只有15个基点。 所以,房企销售的普遍腰斩,可不是去年基数较高就能解释的。 更深层次的原因,依然还是居民购买力,以及对楼市预期的问题。 楼市销售数据,是房地产状态最直观的表现。 没有一家房企,能轻松承受销售持续下行带来的压力。 背后的债主们,更是着急。 例如,碧桂园就被清盘乘请。 建涛集团因大约16亿港元的债务,对碧桂园提出清盘。 区区16亿,和碧桂园高达1.4万亿的债务相比,简直是不值一提。 碧桂园也公开表示,清盘所涉及的债务,占比很低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,碧桂园就不会被这笔小债拖到清盘。 2022年6月,恒大的债权人之一加盛环球,提出清盘乘请。 涉及债权金额,其实只有8亿多。 在恒大2.4万亿元的债务中,更是九牛一毛。 但正是这笔,看似不起眼的小债务,却掀起了大风暴。 最终将恒大,推向了清盘的深渊。 对于碧桂园而言,最终是否能够避免被清盘的命运? 主要取决于,公司的债务危机,是否有重组成功的希望。 碧桂园如果能交出一份可行的重组方案,才有可能避免法官发出清盘令。 但在目前销售依然大幅下滑的背景里,我们几乎看不到重组成功的希望。 而且,不仅是暴雷房企状况频出,就连万科这样的稳健房企,最近多只记内债券,也再次出现普跌。 就比如这张,2027年7月8日到期的债券,价格跌到了74.2元。 如果未来三年,万科不爆雷,能够正常兑付这张债券的话。 不光能拿到,每年3.2%的利息,还能赚24.8元的本金,年化收益率13%。 债券被抛售,肯定有问题。 要知道,企业债的门槛非常高,不是普通人能够买得到的。 这意味着,不少机构,可能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。 万科这家国内最稳健的头部房企之一,又遇到麻烦了。 其实从去年开始,万科一直在自救。 不仅向深圳国企转让股权,甩卖商场酒店回收现金。 深圳国资,还出手注入100亿流动性。 但小半年过去了,危机似乎仍没解除。 据房间传言,近日万科管理层亲赴北京去核债主谈判。 谈判的结果,可能不太理想,所以导致内债的下跌。 但是,内债总归还好说。 更棘手的,其实是即将到期的,大约90亿人民币的美元债。 要知道,房企爆雷,基本都是因为美元债兑付出了问题。 一旦万科都跟着爆雷,必然会引发,更大范围的连锁反应。 房企自救,只有两种方式。 除了抛售资产,最简单的,就是卖新房回血。 可如今,销售普遍腰斩了,还怎么回血? 这些自救措施都搞不定的话,剩下就只能等国家救助了。 但现在高层的态度也很明确,救的是项目,而不是救房企。 可不管怎么说,房地产还得稳住,死马也得当活马医。 所以,住建部开出的药方是,科学安排土地供应。 对于科学供地,有的人解释是, 普通三四五线,库存非常大,需求比较少,楼市极为低迷。 它们需要减少甚至暂停土地供应,推动房地产去库存。 而一二线城市,人口增长快,住房矛盾大,将加大,新增住宅用地供应。 避免几年后,出现因供应量偏少,引发的大涨。 但看看最近一线城市土拍,底价成交甚至流拍,已经是新常态了, 而且90%都是央企或城投拿地。 比如1月4日,北京2024年,第一场土拍,大瓦窑两块触顶成交, 洋房和房山,均底价成交。 1月10日,上海的首厂土拍,两块地都是松江的,全部底价成交。 1月9日,广州的首厂土拍,两块地,全部流拍。 一线如此,二线更不必说,房企根本没钱拿地,扩大土地供应也没用。 那么,无论政策如何导向,最终都是全面缩减土地供应,助推土地稀缺性, 使得大起大落,无法避免。 现在是土地与房子的成交量大落,那么未来,就可能会出现,地价房价的大气。 可能有人会说,虽然供应减少,但是需求,也是减少的。 那么,我们把人口因素带入进去,随着人口加速下滑,需求直线下降。 即便全面缩减供应,以现在房地产的天量库存,的确很难有大起的可能。 但要知道,人口是流动的,而城市的马太效应,才刚刚开始。 在争夺人口方面,一二线城市,显然更有优势。 三四五线城市,将全面沦为红西的对象。 一二线城市,它们级别高,经济发达。 有更多的发展机会,优质医疗教育配套,吸引外来人口的能力更强。 尤其是全面放开住房限购,撤掉落户门槛后,等于开启了,无底线的红西模式。 使得人口加速向中心城市流动,并带动资金的流入,基本势不可挡。 而三四五线城市,基本停止供地,使得土地财政无以为继。 这些城市将陷入一个,极其恐怖的负面循环。 高铁地铁没得见,医院学校无法增加,城市建设陷入停滞,不断加速人口外流。 而在财政吃紧,人口缩减之下,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主动缩编,减少铁饭碗。 近两年,山西湖南青海安徽几个省份,已经率先开启机构编制改革。 多个县市行政部门,被撤并精简,部分事业单位编制被缩减, 有的县缩编人数,甚至超过千人。 比如,山西新州的河区县,已将36个党政机构,精简为22个,135名领导职数精简为114名。 将186个,涉改事业单位,整合为40个,1964名事业编制,和检为659名。 青海马多县,则通过缩编把全县党政机关,由25个,精简为20个。 事业机构,由31个,调整优化为28个。 除个别用编需求较大的部门外,部门行政编制,平均不到4名。 而人口流失严重的东北地区,甚至省会大城市,都得开始动手。 就拿哈尔滨来说,本集事业编制,精简8246名,占比25.3%。 市侠区事业编制,精简7816名,占比22%。 县市事业编制,精简和控制使用15574名,占比32%。 一个省会城市,缩减了自己四分之一的编制,下手不可谓不狠。 要知道,对于很多县城和三四县城市而言,体制内的工作,基本就是这座城市,对于年轻人才最后的吸引力了。 而当这条路也被封死,那么很多地方也许真的就将从沉寂走向破败。 城市之间的马太效应,将达到,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烈度。 一线二线大起,三四五线大落。 只能说,住建部的防止大起大落,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。